美國總統奧巴馬說 西非抗擊伊波拉疫情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但他警告說 國際社會必須保持警惕 直至伊波拉病毒被徹底跟隨 奧巴馬星期三會見去年遭受疫情打擊最嚴重的基萊亞 利比利亞和塞拉利昂的領導人 評估抗擊疫情的進展和重建工作 在美國的幫助下 這些國家取得的進步顯而異見 伊波拉疫情在西非地區造成1萬人死亡之後 基萊亞和塞拉利昂的新病例降至不到40宗 利比利亞已經是沒有登記的新病例 奧巴馬總統在白宮內閣辦公室 回誤了利比利亞總統塞內夫 基萊亞總統孔大和塞拉利昂總統科羅馬 他稱讚他們在治療伊波拉病人時 顯出的巨大勇氣和決心 經典雙爆發